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是参观 Perl Harbour 来这里是不用要票的 但是如果你在网上面先预定了时间的话 你可以按时来就可以进去 或者的话你只能是在一种叫stand by 的位置上 所以就要排队 我们差不多排了一个小时 它是每半个小时有一班船从这个码头到这个 阿里州那这个沉默的这个博物馆那里去 所以我们它差不多等了一个小时才排上 12月7号1941年这个 attack 开始 然后这个二月到了 舰就沉默了 一共有1177名水手 当时就丧生了 好像其中有900多人现在还埋藏在这个舰里面 哇 这条船很大啊 你看一直从那个头到这头 然后前 那是船头吧 我估计 然后那边看它 非常大的船 总战舰 这是 这个经验馆的建筑风格 我还是挺喜欢的 简单明亮 好 在里面照 下那个 你们用这样子 这个石头 炮弹卡壳了 厨房可能是专门给县长 有人是固定的 这里挂了这么多钥匙 不知道是用什么 不会有丢东西吧 当时没有半导体 没有chip 也没有显示屏 只能靠这些了 我看着这些老旧的东西 真是 也觉得他们当眼睛做的很不简单 做工也都很漂亮 当艺术品可以了 这是气缸 不是 这可能是个传声筒 完了还得了一个免费的珍珠碗 我认识是假的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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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展示的武器当中 有一个有人驾驶的雨泪 哇 这个太残酷了 谁会坐在这上面 去驾驶这么一个大炸弹 去炸对方的军舰呢 哇 太残酷了 打什么战了 还是和平和平和平 比较好 这里就是我TK Beach 应该是夏威夷 夏威夷岛 和那鹿鹿到最欧虎岛的最有名的一个地方 游客最多的一个地方 因为它就在市中心旁边 一分钟的距离走路 就到了很方便 老公 还可以下官 但是 这里头海水不是太清澈 不如泰国那边的 但是 海风很凉爽 然后海水的温度正合适 清清爽爽的 飘进去 浑身的疲劳和汗水一洗干净 上了岸 但是 水流流下 冲一冲 能够舒服极力 所以 还是要 Peace啊 Peace Peace 水流 水流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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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